国安局花了2500万的预算 为小英总统定制了一台 Audi A8L Security防弹车 最近就要交车了 而这一台防弹车 是一般同型A8L车架的八倍 这样高额的预算真是吓死宝宝的 而这样的预算 真的每一毛钱都是名指名高 其实呢 台湾的治安不差 而国安局的特勤人员 也是训练有数 小英要被猛烈的子弹攻击的机会 非常小 何苦需要买这么昂贵的防弹车 其实小英真正需要的是 买一套一组不到一万块 就可以入手的施压续跑胎 当车子的轮胎被子弹打爆的时候 仍然可以行驶80公里的里程 可以让总统安全的脱离现场 有鉴于国内近年发生了 多起严重的爆胎交通意外事故 普利松引进了 平价的Dry Guard 施压续跑胎 所谓施压续跑胎 就是在轮胎的内壁呢 加了一层厚厚的补墙胶 当轮胎呢 被异物穿刺的时候 胎压呢变成零 按照ISO的标准 施压续跑胎仍可以 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 继续行驶80公里以上的里程 让车主可以把车子开到下一个维修站 不过一般的施压续跑胎 因为它的补墙胶 所以它的整个轮胎呢 变得会比较硬 当你行驶在路面的时候 这种路面的弹跳震动呢 都会传到车内 会影响了乘坐的舒适性 而且呢噪音会比较大 而普利斯通呢则运用了 薄形化的补墙胶 来减少轮胎偏硬所造成的不舒适 当然薄形化呢 也会造成轮胎呢摩擦过热 所以普利斯通呢 就运用了两项技术 一个是呢 透过呢奈米的技术 来分散呢 补墙胶的碳分子的排列 以抑制呢 轮胎过热 另外一项技术 就是在轮胎的外壁呢 设计的直列式的这种冷却鳍片 它可以导引气流 让轮胎呢降温 而这样一组的 施压续跑胎 其实最便宜不到一万块 各位好 台湾呢近几年呢 发生了这个严重的交通意外事故 其中有几起案例呢 主要是遭音于车子的轮胎呢 在高速行驶 发生了这个轮胎穿刺和爆裂 而造成了车子的严重失控 就厂商呢 针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呢 而推出了平价的施压续跑胎 施压续跑胎在车子80公里的时速的时候 能够的继续行驶呢 80公里的里程 能够维持呢车子的轮胎不会变性 我们今天就在普利斯东的安排之下 来体验了普利斯东 他们全新推出这种平价的施压续跑胎 Drive Guard 普利斯东呢在花园的某饭店开辟了一个小型的体验场 并且呢利用两台Toyota Artist 作为体验车辆 而技师呢先使用了钻孔机把轮胎后轮呢 加以穿刺 使得胎压降到零 而在这样小型的场地中绕行 我们先体验了Toyota Artist 它是搭载的普利斯东 Drive Guard 施压续跑胎 即使胎压为零 它的胎壁呢并没有严重的变形 车子还可以以流畅的速度 继续行驶 最后呢 技师在测量了轮胎的温度 大约只有三四一度多 并没有明显的升温 接着呢我们再来体验呢 一般的轮胎 当胎压为零时 整个胎壁呢严重的变形 车子呢行进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整个行走呢完全是吃轮框 车身呢也有明显的倾斜 最后呢测量轮胎的温度 温度高达38度多 像这样高温的行驶 其实呢非常的危险 车子呢有可能拖框 造成呢车辆完全的失控 甚至有可能翻覆 由此可以知道呢 施压续跑胎它的重要性 最后呢测量轮胎的温度 这样呢低速的体验呢 并没有办法让我们呢感受到呢 这一条呢施压续跑胎它的优点 于是呢我们架成了另外一台呢 胎压完全打保的Artist 并且把它开到一般的道路上 我们发现呢 这个DriveGuard的施压续跑胎 它的轮胎的抓地啦 还有这种舒适性 跟一般的轮胎呢没有两样 甚至也没有明显的滚动噪音 而在体验 Police Stone 施压续跑胎之后 我们同时呢也来体验一下 Police Stone为呢 高级的SUV 所引进的旗舰级的 修旅车轮胎 Alanza 业者号称呢 它有顶级的舒适性 跟竞速性 并且呢提升它的湿地性能 包括它的操控 跟刹车 同时呢也有较低的这种魔耗 这个Alanza呢它有新的胎纹跟改良的这种轮胎配方 它的新的花纹呢和它的焦料呢能够平衡轮胎和道路接触的这种接触面 可以减少呢轮胎的震动 进而呢能够减少呢轮胎的噪音 所以呢不管是我们行驶在市区的道路 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行驶在山区的这种蜿蜒的道路上 这条胎呢可以让我们的车呢保有相当好的这种舒适性 以及一种稳定感 当然叶子号称它有强化的这种湿地的抓地力 而且它的沙停距离呢比以往的缩短5% 不过我们这次呢体验并没有这样一个湿地的这种地形 让我们能够呢体验它的这项湿地 不过我们这次呢体验并没有这样一个湿地的这种地形 让我们能够呢体验 不过我们可以感受到呢这个Alanza它的轮胎呢 的确是比一些呢欧系的产品呢更为安静更为舒适 以上是胎以后在我全面为您采访报道